女人一上车就脱衣服 丝毫不顾一旁的铁拐里 把她修得直转身 前一秒还美美地在相亲 现在拿着大喇叭 化身谈判专家 跟绑匪交涉 一口流利的英语 和出众的长相 直接把绑匪给美带了 女人则趁机提出进到房子里去 还脱下外套证明自己没有携带武器 等到了进屋之后 女人这才发现 绑匪挟持着两个人质 她健壮赶忙安抚 提出先释放一个人质 自己则会为他们争取 逃跑的交通工具 原本绑匪已经快被说服 却突然看到监控 外面埋伏的特种部队暴露 他们神情激动 女人还在拼命解释着 不料狙击手率先开枪了 只不过枪法聚查 并没有一枪毙命 反而彻底激怒了歹徒 女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 也瞬间分崩离析 只见歹徒手起刀落 男人之就这么领了河饭 狙击手也再次开枪 成功击毙了一个绑匪 另一个绑匪带着女人之进了房间 绑匪已经没了气息 只是女人置身中树刀十分凄惨 纵使女人经验丰富 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她抱着女人指 不断地呼唤着她 可惜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件事给了她很大的打击 活生生的两条命就这么死在眼前 女人不明白 为什么当时会下发强攻的命令 自己好不容易快要说服绑匪 至少能救下一个 这件事给女人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一连好几天都没上班 好不容易上班了 却是带着辞职信过来的 女人坦言 自己再也无法接受 人质在眼前死亡 她用自己的行动抗议 上司却说这件事不怪她 不允许就这么辞职了 还给女人放了几天假 等到自己出差回来 再跟她好好谈一谈 还没等女人好好休息几天 铁拐里就找上门 不由分说带着她 前往了首尔景厅 映入眼帘的 是个科技赶爆棚的作战厅 还不等女人反应过来 就有人将她带入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有个跨国绑匪正等着她 这个绑匪太不正经了 见到美女谈判专家 竟忘了正经事 反倒是问起人家三尾 这是能问的吗 气得小美就把电话挂断 绑匪还不死心 继续打过来骚扰 她拽过一旁的人质 取下头套后小美才发现 人质竟然是她的上司 只见绑匪取出一把左轮手枪 只留了一发子弹 然后转动弹夹 对着上司的脑袋 咔嚓 是个空枪 男人玩味地朝着上方扣动扳机 一声枪想证明男人并没有跟她开玩笑 小美这下可不敢造此了 只得老是爆出自己的三尾 可绑匪竟学着她 以吃饭为借口挂断了电话 女人也趁机了解情况 原来是有个记者被绑架 上次作为谈判专家前往泰国 不料也被绑架了 这时绑匪再次打电话过来 这一次她要求见报社社长 否则就开枪打死人质 警方只能出动直升机 将在打高尔夫的社长带过来 绑匪见面就问 社长拙劣的演技很快便露出破绽 绑匪却直接掏枪 打死了小美的上司 这一下把小美逼急了 因为谈判小组最忌讳的事 就是人质绑匪的信息不全 而这里的领导却连一丝都不肯透露 反而另外安排了两个专家 把小美轰出了现场 专家也有几分实力 上来就切入重点 说这可是和整个国家作对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绑匪居然又带出四个人质 还让专家给她唱儿歌 很快专家也败下阵来 绑匪要求继续找小美过来 不得已才把小美叫了回来 并且告诉她真相 原来记者是国情局的成员 正在调查绑匪军火走私案 不料却被逮个正着 他们要求女人拖延时间 而特种部队已经出发 只要拖到时间到 他们就能强攻救下人质 女人则趁机要求 要把里面的人替换成自己的团队 并且任何人都不允许介入 就这样小美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而这一次绑匪给了她一个小时的时间 要她找来自己的会长 原来绑匪跟会长成立了一家公司 会长却出卖了她 以洗清自己的罪名 刚见到会长时男人还毕恭毕敬 可随后便开始针锋相对 问她为什么杀了自己的妹妹 原来一开始绑架案 女人这是绑匪的妹妹 而正是她给自己上司下令 要求强攻才导致了妹妹身亡 所以前面开枪击毙了她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在一处的高档会所里 里面聚集这一群人 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能让韩国政坛抖上一抖 他们对这件事并不以为意 还想着能在午饭前顺利结束 殊不知有人已经往这里靠了 男人可真嚣张 浑身绑满炸弹 闯入一家高级会所 而在座的都不是不同人 都是一些政要领导 男人也不废话 开枪打死了一个职位最低的 这些叱咤风云的人 哪见过这种场面 一时间没了脾气 只得唯唯诺诺的 尽力巴结着男人 而这个男人可不一般 他靠走私军火发家制服 两个小时前还在泰国 绑架了人质 威胁警方 要韩国安全部长出来说话 他们理都不理 于是他将手上的秘密 全都抖露出来 安全部长假借购买战斗机 竟然以次冲好 省下来的钱 全都中饱私囊了 谈判专家小美则是一脸震惊 脸上仿佛写着 这是我能听的吗 然而其他人并没有太多波澜 仿佛早就知道此事了 又仿佛笃定男人 没机会说出去 可他们想不到的是 男人将视频连接到直播上 等他们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想要掐断直播 却发现服务器根本不在国内 高级会所内的安全部长 勃然大怒 特种部队已经赶到泰国 正在向男人的位置靠近 他也不管人质的安危 直接下令强攻 作战室的小美却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怎么视频里的地方跟韩国一样 已经夕阳落山了 他瞬间猜出了男人的目标 立马汇报给领导 而高级会所内 所有人还在沾沾自喜 下一刻男人便绑着炸弹进来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男人掏出引爆器 面对眼前的这些人 她只想为妹妹报仇 小美也在这时赶到 她劝说着男人 答应出去之后为她复仇 帮她检举在场的众人 男人这时才道出真相 原来妹妹是她介绍在他们身边 当时为了自己事业稳固 叫妹妹窃取资料 不料反而害了她 所以这次来 男人本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这时窗外灯光照了进来 是狙击手就位了 小美却在这时走到窗前 用自己挡住了男人的位置 还在不断地劝说 她能够相信自己 男人看着小美 仿佛看等了自己妹妹 她不断地劝她离开这里 并不想伤害她 而这时狙击手一发入魂 直接击毙了男人 各种部队也在这时闯入 小美才知道 原来男人手上的引爆器 一直没有打开 事情就这样落幕了 这天正在和铁拐里爬山的小美 拿到了男人给她寄出的U盘 原来男人从一开始 就知道小美是个正直的人 她一直跟她强调信任 最终也无条件相信她 小美也如期对安全部长发起诉讼 以自己的职业为名 守护着心中的正义 电影 协商 讲述的是女谈判专家小美的故事 与故事里的其他人不同 唯有她兢兢业业恪守本分 面对达桂 她没有屈服 而是捍卫了自己心中的正义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